慢动作视频可以将事物发展变化的时间拉长,延长实际的运动过程。 瞬间的变化被延缓和放大,这种时间上的特写可以展现出肉眼平时难以捕捉到的精彩瞬间。 在尼康D850中,慢动作视频的拍摄变得更为专业和明了。 支持最高120帧的真屏,1080p高清慢动作动画的尼康D850会以4或5倍额定速度录制动画, 并最终以额定速度播放获取的慢动作效果。 例如,选择1920x1080 24px5慢动作所拍的动画将以约120帧的真屏录制,并以约24帧的真屏播放。 第一步,点击Menu键打开菜单,在菜单左侧选择动画拍摄菜单。 第二步,进入动画拍摄菜单后下拉菜单,找到画面尺寸真屏选项。 第三步,进入画面尺寸真屏选项后,可以看到多种视频分辨率和真屏组合。 这代表从常规速度到2倍到5倍慢动作不等。 不同的真屏带来的慢动作动画效果也不相同。 一般情况下,建议使用1920x1080 24px5慢动作选项, 可以得到最慢的慢动作效果,即5倍慢动作视频。 慢动作视频拍摄完成后,可以直接在机内预览,无需后期降速。 巧妙地运用快慢镜头的组合,可以增加视频拍摄的趣味性和可玩性。 尼康D850从拍摄到监看,提供了可靠的慢动作动画拍摄方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